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一百问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 进行的是每周三早上的富足人生一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 来跟大家分享人世间各式各样的议题 其实人无非就是生老病死苦痛 其中疾病大概是在近几十年来 工业化时代以后 很多人会说 现代人的文明病非常的多 这文明病其中一个就包括 每次卫生署都会来公布 国人的十大死因 那其中呢 癌症哦 就是一直盘踞在前一二名的 这个关键因素 所以当我们说到癌症的时候呢 就要来谈一下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文章 它是由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系的教授 韩伯琛教授所写的 那它的标题呢 是讲到忏悔与感恩抗癌无形的疗愈力 非常的有趣 那么详细内容呢 我们待会儿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都固定邀请到的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圣德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各位你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这个韩伯琛教授呢 他写了这个忏悔与感恩抗癌无形的疗愈力的文章当中 他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那他说呢 在他的经验与癌友相处经验当中发现 感受到忏悔与发怨 在癌友对抗癌症的过程当中 可能都发挥了疗愈的能力 然后他也提到一件事情 他说在经验分享当中 经常可以发现 怨与恨可能是离癌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个情绪压力影响到人体的免疫系统跟疗愈系统 或称为心毒 无法原谅 因为无法原谅 所以有着又深又浓的怨与恨 那这些负面能量呢 在周遭的亲人跟朋友当中 经过长期的酝酿之后 身体负能量的充斥 可能终致引发了癌症的发生 所以他当他遇到癌友的时候 他就会跟癌友说呢 有四个字可能可以救你 就是忏悔与感恩 当我在报章杂志上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 我立刻就想到太阳顺的导师 我说嘿嘿 这不是导师竞同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观念吗 所以这负能量 它确实真的会对我们的身体 已经会产生个有形的影响 那这个就是由经过了这个台北医学大学 公共卫生系教授 韩伯军教授 他也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负面能量真的是对身体产生个 很不好的影响 我们这边谈到的负面能量 它的的确确存在在那儿 而这负面能量 它是很多东西的统称 那么过去因缘呢 因为我们的无知无明 很多东西没有注意到 所产生的很多恩怨情仇啊 那么可能在当时已经划下了一个 不是很好的一个结论 那有时间的推移啊 那么再一次的有机会想到过去 其实很多的恩怨之间呢 没有自己好好的扮演 或者是怎么样的疏忽 影响到对方 那么现在如果可以借由 这个我们台医生密码 这个两大密码 爱与感恩啊 好好的来落实 你就会发现 它不是一个口号 它也不是空学来的理论 它是在这个 平常实战片呢 它的的确确会让你 看到感受到 而且领悟到 它的炮 的的确在那里 因为已经有成千上万的 这个不同的学员 在全世界各地啊 还不是只有台湾 那么他们运用的 套医生密码的理念呢 爱与感恩这两项密码 配合着我们的 这个练习方法的 这个实际的练习参与 那就觉得 那个一旦运作以后 就像是有了一个 Super的通行症 生活就因此改变了 而且不是说 为了效果而改变 它是真真实实的 在生命中 有了很多戏剧上的变化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呢 我们说爱与感恩这 两大超级生命密码 是大家觉得好像经常的听到 可是又觉得好像比较难做到的 所以我们刚这个文章当中写到 恨与愿 就是引发我们身体离癌的 可能因素之一 所以当面对这个 我们说爱的负面是恨 当面对这种很强大的负能量的时候 像这种恨啊愿啊 他要怎么样让他可以 真的去原谅一个人 或是放下那个愿跟恨呢 所以这有时候 他很多的议题啊 他单独发生的时候 他可能只是一向 你生命里面不圆满的因子 但是我们每一天24小时 有多少时间是在跟外界接触 有形无形症就开始产生了不好的对等关系 那么很多东西 他如果硬碰硬啊 就是你不care他也不care 大家就是有形我素的情况下 很多可能好事就不会 发生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 但如果我们非常重视 而且自我的教育 齐取各方面的配合 那就有可能一加一大于二啊 那这个是不是能够把握 又看到实际自己 但至少现在你看这个网络上 这么一样的风格 你随时讲什么主题 他什么东西都跳出来 但是这里面你要不要 就是说有那么多可能性 可以让自己学得更好的管道 但是你要不要学呢 你要不要去看看别人的这种心得呢 那这些会影响到我们意志与否 那你也可以吃饭方面的选择 但毕竟身体没受到益处 那可能到后来又是一场功夫 那感恩节来感觉去 总共认为 现在我们如果有机会 在这样子的一个诉求下 如果在爱与感恩也好 各方面的一个好的人生观的诉求都好 你能够有一个中心思想 然后规范自己在每个环节上正确的进展中 我想天地力它还是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这个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真理 还是多少会给我们一个解答吧 就是时间来着或来迟 但是最怕就是在过程中你等不及的 结果在过程中你就犯错了 或者是做一些损人不利的事情等等 那这个可能又被扣分了 那你说人的一生嘛 这个年轻的时候有那么多年可以好好打拼 那随着年龄增加 可能你这个可以活动的范围空间都不相从前了 那么心智的这种什么样的一个铺陈 可以让自己真的好好地把生活生命 每一项都能够抓在一个圆满的氛围中 那这就是要看当时他怎么样的决定 而我相信很多东西如果是好的 能够让你看到这样做 他就会有这样子好的结果发生的时候 那我相信很多东西就比较容易让你射受进去 来帮助你生命里面的进步 或者很多东西就变得有点像直上谈兵 谈着谈着谈着不敢 但你要谈他也可以跟你谈 但是他没有实际的一个临床 或者是那种真实的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人生经验来讲 毕竟还是差了一点 所以我言之言人总之 还是要赶快好好地把握各项的姻缘 让自己加分加分的这种管道 如果真的可以运用的那种的话 就赶快 如果人后的赶快把握 这才是智者 真的 所以呢 在这个富足人生一百问的单元 每个礼拜三早上的播出 也就是希望让更多人呢 有机会 生命可以得到不同的改变 不过当我们说到这个爱与感恩呢 其中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讲到忏悔 我们说忏悔可能会觉得 好像有一点严肃 用比较轻松的词来代替 可能是认错 认错呢 他也是一门蛮大的学问 很多父母可能跟孩子就很难认错 其实像我自己跟孩子的相处 有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认错 说妈妈也会做错事情 可不可以请你原谅我 虽然说我这样想出很轻松 可是当我跟孩子认错的时候 那个当下会觉得有点难为情 要说出口他有点违反我们的文化 他需要很大的勇气 所以这个 他也是一个很好的身脚 对 对 他还是面前做一个很好的身脚 所以认错这件事情啊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难的去做这件事呢 因为一个是面子的问题 一个是保护自己的问题 保护自己 那还有再来 保护自己就好像说 有这么一认错会不会 有什么损失啊 或者怎么样的啊 所以他一想多了他也不认错了 对 他实际上 如果能够适当的认错 本来是给自己加 他总不能说每天都认错 那这个就太奇怪了 你也都错了 对 这些东西 他继续是看每个人 他怎么拿捏 能够好好的扮演着 每一项的环境或机会 我想 所以不要 不诱人厚啦 赶快的把这个机会 好好的表演 表现 所以 讲到这个认错忏悔啊 是我们每一天 都要来做这件事吗 我们可能是 应该说是自省吧 可能会更贴近一点 所以这个自省 就是要每天做 然后 如果有觉得 对不起别人的地方 是不是自己在心里面 忏悔也是可以的呢 这个 每个人都每个人自由 对吧 如果觉得有什么样的 可以让自己赶快加分的 然后做这个加点事件呢 对自己一定有利嘛 嗯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 真的如此 那就看每个人 他的知行力如何 但是毕竟啊 人就是短短几十年 数十还是数 对吧 嗯 那么我们现在接受到 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可以来 跟我们自己 跟我们玩 自己一种改造 或者是在 灵性的提升上 可以更加的 大方异彩啊 各方面啊 那我想 这个东西 就是要看自己 有没有这个决心 尤其出了 出了上门 这个到社会之后 很多 独成俗事 你知道自己是不对 但是你就是 不想 不想来认错 不想忏悔 那后面带来的 更大的后遗症 那可能 让自己的无偿失 也有这种可能性 嗯 所以还是看每个人 他的修养素质 以及他的这种 人生观啊 各方面的配合 那么 真的能够 什么事情就是 这个 对于错非常分明 嗯 而且也自己 尽量不要犯 或者是 做好各种准备 那么我想 在忏悔之后呢 这样子的一个 互动的 你觉得跟这个 忏悔的主角 对象啊 对于这个忏悔 那你跟他的 互动应该会比较好 嗯 那如果是 这么一来的话 真的对自己有帮助 像有 别人看到你的历史 可能别人 也因为 你的历史 让他也想要 好好地去落实 那我想这样 就变成 社会的一个 非常好的 三星循环 嗯 真的 如果死不认错 其实难受的 也是自己 因为之后 你看到同一个人 你就会觉得 很尴尬嘛 就会觉得 没有办法跟他 共处在同一个空间 好 所以有时候忏悔呢 不只是为了别人 我想 很重要的一个点 还是为了自己 最后 好的成果 坏的成果 都会再回到 自己的身上 所以 超级生命密码呢 就帮助很多人 我们说 不管是爱 跟感恩 可以真实的落实 在生命当中 那 如果遇到 生命当中 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 还要落实 这真的就是 更需要 大家彼此 来激励的时候 好 所以 在每个 在全台湾呢 每个地方 也都会有 超级生命密码 圆满人生精英会 那在精英会当中 就会有很多学员 会相聚在一起 来探讨 导师的著作 超级生命密码 在里面呢 也会分享 学员们 接触 超级生命密码之后 他们人生的改变 真实经历 那另外 还有在 联署以及网络上 也可以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 或者是 大家也可以下载 超级生命密码 梦想舞台的APP 也都会帮大家 统整很多的资讯 在这个APP上面 所以会更加的方便 那另外呢 如果说 网络可能在手机 使用上 不太方便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来 拨打我们台北电话 来做询问 台北电话 02-5599-5439 02-5599-5439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也先来 稍作休息 待下段话之后 也要来聊聊 既然海伯称教授 来谈到 这个抗癌的部分 那么 接着 在休息过后 我们也来谈谈 在这个身体的疾病当中 怎么样 刚刚和平共处 或者是甚至呢 有没有可能 让我们的身体 可以得到 好的一个改变呢 我们在这里 先稍作休息 待会再回到 节目当中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何得到快乐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富足人生100问 欢迎回来 正生台北调平台 FM104.1 进行的单元是 富足人生100问单元 在这个单元当中 都会跟大家分享 各式各样的问题 不只是心灵方面 还有包括我们的身体健康 还有包括我们的财务的部分 因为它就是 议题很多面的 当我们说到 一个人的身体不够健康 我们会连带的就想到 他的财务可能会有一些状况 可能因为身体不太好 没有办法工作 那连带的 他的人际关系 可能也没有办法维持 太正向的关系 所以它都是 有连带性的 所以在今天的单元当中 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谈谈 有关于癌症这件事情 因为在台湾呢 离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圣德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Kerry你好 所以我们说到这个离癌人数 之前有一个蛮可怕的数据出现 这是卫福部所公布的 台湾所谓的癌症时钟 就是每六分钟 每几分钟 就会有一个人罹患癌症 甚至是呢 因为癌症而过世 而且这个癌症时钟 还不断的在变快 可能这时候 我们听了五分钟 四分钟的节目 就会有一个人罹患癌症 所以就让人家觉得奇怪 为什么现在好像医学更发达了 我们的社会更进步了 可是罹患癌症的人会这么多呢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课题 研究癌啊 它是 讲起来它也蛮有艺术性的 因为我们知道 人的任何一个人 他身体里面多少都有一个癌细胞 只是能不能够和平共处 可以平衡的环境里面 那么就属于正常 但是你知道 如果我们的平常的心态 这方面 它不是很支持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理念 比如说这个 百岁早起也是一个诉求 对吧 说好话也是一个诉求 对吧 但是你知道 一句说好话的诉求 你可以好好地把它来做 怎么样的一个配合 来执行在自己生活上 你就会看到 你的人际关系改变了 因为你这个各方面顺了 所以这气也顺了 你因为这个很多事情 你学会百求诸己 所以再来看事情的时候 但别人的角度 你会觉得更加的感动 如何如何如何 但是有没有想过说 如果在你的日常生活里 这个不管是在哪一个分分秒秒钟 只要你稍微想了一下这个现实 你就动气了 就觉得 哎呀 这个是谁又对我不好了 谁呢又和我了 谁谁谁谁谁的时候 对 在我们的这个内在啊 会产生一种能量 比如说你很气的人 他的气呢 就对这个形容词 但是 我们就把那个形容词 变得比较实际的解说呢 那也就是 这个 有没有这样子一个能量 能够support你在那个局部点 正常运作 那么如果在那个局部点 他没有办法如平常 他停顿在那边 混在那边 然后又可能 这个天时地利人和 他可能怎么样的一个 因缘 把这个不好的能量 或者怎么样的能量 用罐子特别多的时候 上那间 起了化学变化 影响到你那个部位 那个情况 可能就越演越烈 然后你就准备 可能要怎么样子的去 找医生也好啊 或者怎么样听的话 可能听到都是 你很惊讶的事情 或者是你不愿意去做的事情 但是医生就会跟你说 你现在不做 后面会来不及了啊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那结果一下 还不得不做 但是 真的后来有解决问题 好像也没有 那代表什么呢 代表 如果 如果 气血 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 有形无形的理由 去让我们 化心啊 烦恼啊 或者是 不安啊 悔恨啊 遗憾啊 他这个好事 他就不开牌了 他也需要 他也需要开牌的时候 他不开牌了 他不开牌 那是不是代表 不是好就是坏了 那这个里面的这种 这种 你 也许大人假设 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是不利于身体 但你还不能说是癌 但是 癌它的细胞 是不是都是一种病变 产生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病变 它就是要待在 这样子的一个 能量不通 能量不足 的 某个器官 或者是 某一段 区域里面 就把它养大了 养大 能不能够用医学来克服 或者是什么样子 那这个都是见仁见智 因为 我们现在遇到了太多的学员 曾经有什么问题 那 在这个议题上面 也是有些人有他的见解 后来发现 好像什么是 还是 在这个心情 或者是观念 各方面能够 比较弄通的情况下 来得更加可谓 我曾经呢 看过一个 故事 他是一个科学家 就是有一位 大概 九十几岁 身体都还非常健康的 老人呢 后来过世了 那这个科学家 对这位老人 到了年纪那么长 还可以保持身体 如此健康 感到非常的好奇 所以在家属的同意之后 他就解剖了 这位老人的身体 他就很惊讶发现 其实这个老人 根本全身上下都是病 他发现这个老人身上呢 包括脑啦 内脏啦 甚至是脚啦 各方面 都有癌细胞的踪迹 甚至他说 他这个老人身上 大概就是藏了 有七十几种的癌症 可是呢 在他有生之年 过世之前 他都没有发作 所以他们就去细旧 为什么他身上 那么多的癌细胞 却没有发作呢 后来采访了非常多人 那大家都一致说 这个老人在生前 他就是一个非常乐观 非常幽默 然后生活的态度 非常正面 非常具有能量的一个人 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 跟他在一起 他即便到了九十几岁 都还是保持着一个 很正向的观念跟态度 所以当 后来科学家 就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一个人的情绪 可以医治你自己的身体 即使你身体当中 有癌细胞 它还是有可能 因为你的情绪好 因为你的正向 你的能量好 你的身体就会维持 在一个健康的状态 所以这在科学当中 也真的就是有被证实的事情 所以我们说超级生命密码 它不是一个很虚弦的 一个学说 而是它是一个 可以被验证的一些科学 对不对 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要不要亲身去试 这个是重点 想起来可能你会觉得说 就这么容易嘛 在我们超级密码 全球的学员 或者读者 他们亲身的实验来看 的的确确 只要你给自己时间机会 来做实验 你会发现 真的就是 可以是两波前提 生命里不需要这么复杂 也不需要什么样的 忧心忡忡 最后也不见得 达到自己的目标 那么只要在超级生命码 这里面的一些方法 或者是 你把这个逻辑 各方面都弄对了 你就会很愿意的去做 实验 进而是融入生活的这一些 逻辑观念 或者是人生观判断 什么样的一些前提 有了以后 它更容易成功也好 或者是在这个 屈服这个所谓的 癌病病院也好 来上面来看呢 它都有它的这个 立足的基础 那我想外人之间呢 可能这么近距离接触呢 也是啊 如果今天你的各方面的配合度都对了 如同你所想的 很多东西呢 就因为 这个配合的 或者是主观客观都充足了 很多东西好 不求自得 那么在我们超级生命码的很多 很多的学员几乎玩的真的是 很正向的 他会告诉你 他的那个神奇的故事 那这些东西呢 我想对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讲 是很重要的 对 那么故事不知道 一试吓一跳 我鼓励大家来试一 真的是会一试吓一跳 很多的学员 他们也都会在 这个原本人生经营会也好 或者是在导师 很多大型的讲座啦 课程当中 有会很多人就 分享说 他们透过超级生命密码之后 不只是灵性的提升 不只是他们人际关系有改善 包括在他们的身体健康上面 也都明显的看到好转 甚至包括 我之前听过个案例是 五六岁小朋友的 那个案例也是让我觉得 哇 果然像老导师说的 就是会让你吓一跳的 这种案例 所以这个超级生命密码呢 它有步骤 有方法 它是可以被复制的 它有SOP 所以不用担心说 会不会我的会根不够 就没有办法学习 所以像导师 像这个大家的疑问 就是我如果平常是一个 学习很慢的人 功课不太好 我的这个智慧没有那么充足 我也可以好好的来学会这个超级生命密码吗 只要有心 我们的系统又那么的简单 那么的平易近人 所以只要立定目标 那生命必然 因为自己的诚心毅力 各方面的配合 改变的情况 相对于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高 那么我们又有那么多的这种 等于是一套完整的系统 所以就怕你 这个给自己 没有空间时间 或者是舞台 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 不能听我吹牛啊 只能是邀请你自己 好好的来这边做个实验 来告诉世人 是不是这套系统 真的可以让 不管是男女老幼 这个各种人士 都会凑上一个很重要的效果 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也都能够大家一起来 如果真的可以让你也成就了 为什么不让更多人成就 而去广传给大家都知道呢 那这个是重要 让我们这个第二个道场 又将是非常的这个 一切都是美好热情 各种都是在我们 莫名以求的这种画面 都是在我们眼前出现 那这一切 必然要有一道对的系统 在我们的人生中 来为我们开创也好 把持也好 或者是有一些地方也好 像这个呢 如果遇到超级生命 就千万要非常的珍惜 来把这个自己的生命呢 能够推向一个更好 更新 更有成就的里程碑 这样 好 所以如果想有这个更好 更新 更有成就的里程碑呢 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它是可以被复制 可以来科学做实验的 所以如果想要来 更深入了解的朋友呢 也欢迎大家在全省各地 都会有超级生命密码 圆满人生精英会的这种 读书探讨会 我们可以一起来当中 分享导师许多的著作 一起来讨论 那另外呢 也欢迎大家 也可以在脸书 或者是网络上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 在手机当中 也可以下载 超级生命密码 梦想舞台的APP 那这APP就汇整了 非常多的资讯 让大家可以更方便 来做查询 那或者是大家也可以 直接透过电话 来做许多的询问 那么电话是 台北零二五五九九五四三九 零二五五九九五四三九 好 那今天呢 透过分享呢 希望大家的身体 都可以很健康 我们有好的正向的能量 正向的情绪 都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 也维持在一个 很让我们好好使用的 一个状况当中 那么今天的 富足人生 夜版问单元 也再次感谢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胜德导师 精彩的分享 谢谢导师 谢谢孝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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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爱着我的太阳 赐予了真力量 生命从此好光亮 让爱回到身旁 而是那心愿被醒望 年少的盼望 能飞翔 天上的向往不迷茫 生命的课题 前进下 人生的兴望 又放下 展现曾经的梦想 因爱重生 随光气绽放 感恩有太阳 伴我笑 被我扬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展现曾经的梦想 只爱着我的太阳 优独播